家具全泡在黄色泥水中 看得好心疼 趁着雨室转小 民众拿了扫把拼命扫水 水一桶一桶往外倒 也用水管喷洒清淤泥 整晚忙翻天难以入睡 山土的外围环流带来强降雨 新北市瑞芳去二号晚上十点多 序量高达八十毫米 累计二十四小时 降雨量更高达四百八十五毫米 为全国第一 加上遇上基隆河大潮水位暴涨 水力鼠一度紧急发布 一级淹水警戒 但为何会淹得那么惨 还有李明怀疑 是不是圆山子分红闸门没有开 圆山子分红道距离瑞芳老街不到三公里 设计就是要避免基隆河上游 降雨量过大时造成下游淹水 除了该疫自然过亿分红厌 来降低基隆河水位 另外再透过分红隧道把雨水排入海中 但里长澄清认为还是因为降雨量过大 来不及排入大排水溝才导致淹水 两条大排水溝汇集到一条大排水溝 所以下游就冲不出去 不能讲说跟它也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水量真的是太大了 它只要一到一个向线 它的水自动就分流流到海滨那边去了 它的雨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有网路在谣传说是不是原山子分红 没有分红然后才造成对方老街这边淹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前台雨量下最多的是在这个地区 到了现在这个时刻里面已经下到将近500米 所以陆边有淹水 不过我们迅速地把坚持排除 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也特地赶往勘灾 担心后续还会有更多灾情 为何这回会淹得这么惨 之后也得好好调查清楚 别让下回台风又来 再度成为居民噩梦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